因应疫情严峻而停开两个几月的海员公园 今天重开 昨晚下午5点起接受入园预约 有不少市民大同小朋友 在今早早开完之前已到场排队轮合入场 海员公园东市局主席刘明慧也亲自到场试察情况 原方依触政府的防疫措施规定 在正门外张贴多张安心出行二维码及设立登记处 给无需预约入场的市民 包括长者、残疾人士等 可以即场登记姓名、电话及同行人士等资料 而已提前预约的市民无需数二维码 市民对措施的意见不一 有市民表示不懂使用安心出行 亦不打算使用 有不少已预约的市民在导演之后 亦有数安心出行二维码 过程大致猖信